HELLO 大家 我現在想要自己剪頭髮跟染頭髮 因為我其實也快要一年沒有染過頭髮了 然後最近走在路上就覺得我的布丁頭 非常的明顯 你們看 我現在黑髮大概長到這裡 我大概長那麼長了我的黑頭髮 對 我真的覺得我受不了 然後我等一下應該會先 就是自己稍微修一下我的髮尾 就是大概剪 這樣子 差不多 然後我明天會叫我男友再幫我染頭髮 重點來了 因為我現在想要 留我的黑頭髮 就把它留長 所以我可能會從 就是以前染過的地方 開始往下染 就目的是想要讓他 看起來不要像是不頂頭就好了 那我其實也沒有這樣染過啦 所以 也不知道成果會怎麼樣 那就 繼續看下去囉 好 那我現在 就是要來 剪頭髮了 然後我剛剛有先去把我 就是大概要剪掉的長度 綁起來這樣子 差不多是這樣子 就是一開始 不要先剪太多 因為要慢慢修上去 所以 就是不要剪太多 好啊 剪囉 這個也是這樣 然後就開始剪 好 然後 就大概剪掉了 對 都知道他現在會有一點 稱次不惜 不過沒關係 等一下會再繼續修 然後換另外一邊 也是 就是在這裡剪下去 剪掉了 然後我等一下會再 把它稍微修一下 看起來就會增長多了 對 來這個好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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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